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引诱约伯离弃神 这一章我们来看约伯如何回应 首先我们来读第一到第二十二节 这一段约伯宣告 神是有智慧且大有能力的神 人如何能跟神相比呢 约伯回答说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 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 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 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 山不知觉 他使地震动离奇本位 地的柱子就摇汗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 又封闭重心 他独自铺张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 身心 卯心 并南方的秘宫 他行大事 不可测度 行骑士 不可胜数 他从我旁边经过 我却不看见 他在我面前行走 我倒不知觉 他夺取谁能阻挡 谁敢问他 你做什么 诗篇第八章 大卫称赞神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承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尽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自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我们是被造之物 怎么能够跟造物主比较呢 怎么还能够去挑战 造物主的决定呢 我们谁都不是义人 我们怎能在神面前称为义呢 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称义呢 这表明约伯心里的谦卑和虔诚 他把神放在至高的位置 知道神掌管人的生命 神要祝福谁就祝福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难道我们还有资格和智慧 去左右神的决定吗 就好像现在我们觉得 神仿佛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了 似乎允许各种不义的事情发生 并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常常还是恶人当道 好人受迫害 但约伯在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神行大事不可侧都 行其事不可胜数 他夺取谁能阻挡 同样他任凭谁能质问 因为我们人的眼光是看不到将来和永恒的事的 神有全盘的计划 他的任凭是有原因的 是有时间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顺服 专心依靠神 不失去盼望和信心 接下来我们来读13到24节 这一段约伯表明 他不敢与神辩论 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 扶住拉哈勃的屈身在他以下 既是这样 我怎敢回答他 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 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 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 我若呼吁他应允我 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折断我 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 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 到时我满心苦恼 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 若论审判 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 我虽有意 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 我虽完全 我口必显为我弯曲 我本完全不顾自己 我厌恶我的性命 善恶无分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 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 若忽然遭杀害之祸 他必嬉笑无辜的人遇难 世界交在恶人手中 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 若不是他是谁呢 这一段在讲什么呢 就是神是完全的主宰 约伯不敢与他争辩什么 约伯虽然觉得无辜 自己是义人 但人天生就有罪 所以他不敢为自己辩护 只能向神恳求怜悯 但约伯又说道 他就算是恳求怜悯 神还是没有停止攻击他 他用暴风折断我 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 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 到时我满心苦恼 约伯不会因为自己自认为的意 到神面前夸口 只问神为什么要这样攻击他 但与此同时 他也不太认识自己了 因为他不知道 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他不知道自己哪里有犯错 有时我们也会因为一些事情想不通 就开始自我猜疑 结果反而是越来越害怕和恐惧 越来越感觉无助和无望 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看到的都是黑暗和负面的一面 这就是忧郁症的开始 约伯在这个时候 也开始厌恶自己的性命了 接着约伯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善恶无分 一人并不一定不会遭受苦难 而恶人也不是一定会受到惩罚 而且这个世界常常都是交在恶人手中 这仿佛就是我们现今世界的写照 当我们通过这几周的读经就知道 这是神允许发生的 是神任凭发生的 我们看不懂不明白 因为我们是用人有限的眼光 在看待这些事情 而神是用永恒的眼光 在掌管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让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知道 信主并不代表今后的道路 就会一帆风顺 恰恰相反 你也许会遇到更多的磨难 但信仰带给你的是盼望和依靠 因为你不是在靠你自己去经历苦难 而是依靠神 接下来我们来读最后一段 二十五到三四节 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 急速过去不见福乐 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 如急落抓实的音 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爱情 除去我的愁容 心中畅快 我因愁苦而惧怕 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 我必被你定为有罪 我何必突然恼苦呢 我若用血水洗身 用剪截进我的手 你还要扔我在坑里 我的衣服都憎恶我 他本不像我是人 使我可以回答他 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 我们中间没有听诵的人 可以向我们俩造暗手 愿他把杖离开我 不使金黄威吓我 约伯说他的人生苦短 神攻击他并不是因为 他犯了什么罪 而是神允许苦难临到他 是另有目的和原因的 虽然他目前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他觉得反正神都定他有罪 无论他做什么都没有用 神是圣洁的 约伯渴望有一位 在神和人之间听述诵的人 可以仲裁和解 成为桥梁 恢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这不正是耶稣基督吗 耶稣基督就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 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我们的罪得赦免 得以有新的生命 与神恢复了关系 所以我们在约伯的身上 看到极大苦难中的近前 他就算是身处困境中 还是相信 神是允许苦难发生在他身上的 所以他没有因此离弃神和抱怨神 而是恳求神的怜悯 知道神是造物主 是掌管生命的神 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都是神允许的 哪怕是极大的苦难 而人受苦并非都是因为罪 有时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顺服对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 特别是需要受苦的顺服 求神帮助我们 坚固我们的信心 在约伯身上学习敬虔 忍耐和顺服 这是一生的功课 感谢赞美主 愿神祝福各位有平安喜乐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